那你跑去找董事長開獎 你就準備好嘛 他從頭到尾都被董事長電耶 借國良講完之後 董事長你講那個我聽不懂 你講我聽不懂 我現在講一遍 是不是你是這個意思這個意思 然後借國良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誰要弄你 你把名字講出來 他說就是林又昌的兄妹 然後董事長說 林又昌的哥哥 跟林又昌的妹妹 然後他說是他們的兄妹 然後那董事長就抓狂了 妹妹在做什麼 謝國良說 我也不知道林又昌的妹妹現在在做什麼 他的工作好像是不是每天罵我 我建議謝國良的手機幕僚把他沒收 因為我很怕他晚上又亂開直播 微風得標 他的定額權利金是一千五百萬 Net他投標他的權利金是 三千八百八十八萬 誰比較多 嗯 嗯